我問你啊 你知道我們有一個 APP叫檔案APP嗎? 我知道 那你有用過它嗎? 很少幾乎沒有 幾乎沒有對不對 好 那我跟妳講 那等於是你不會用iPhone 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沒錯 教你們iPhone小技巧 但這個小技巧在iPad上也可以使用 我們先講第一招 檔案APP對不對 點下去 點下去以後 好 像以我的iPhone來講 有時候我們要選取多個檔案 那該怎麼辦 兩隻手往下 有沒有看到 你就可以自己選擇你想要的了 假設我只選擇到這裡 那你就可以 比如說你要分享 你就按分享 就可以分享出去 再來 大家都知道iPhone可以掃描文件對不對 掃描文件在檔案裡面 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而且它是非常快 你在右上角這邊有三個點 有沒有點下去 你們看這邊有個掃描文件 好 這個時候你只要把文件放進來 就可以掃描了 好 那接下來 要怎麼做簽名呢 很簡單 你只要是PDF的格式 就可以在檔案這邊執行 你今天選擇它 假設我要做個簽名檔對不對 在右上角有一支筆按下去 然後這邊右下角一個加 按下去 這邊有一個簽名檔 這個時候就簽個team 哥 好了 按完成 你們看就在這裡了 然後框框你也可以把它大小 對不對 好 放好以後呢 按完成 這個時候 你就可以把這個檔案幹嘛 你就可以 AirJob 或者是用訊息郵件 給朋友了 再來呢 如果你有時候 你可能在檔案這邊 刪除了一些文件 那你要再去把那個 生存文件找回來 是不是麻煩 其實不會很簡單 你只要按一下瀏覽 那這邊有個最近刪除 好 這邊是你最近刪除的對不對 那從這邊 假設這樣這一段 這一段 我很重要 然後你可以按一下復原 它就回去了 好 再來呢 我們常常在檔案裡面 也會有用壓縮 對不對 那你想要把這個壓縮檔 傳給朋友 那怎麼做呢 很簡單 右上角三個點 選取 選擇 這三個對不對 選擇好以後 你可以做什麼呢 右下角 你有沒有看到三個點 按下去 壓縮 好 壓縮檔出來 那這個時候你選擇壓縮檔 你看 這你剛剛要做的檔案 再來呢 你一樣也可以多選 好 假設呢 我想要把這三個檔案 存到封存的 這一個資料夾裡面 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做啦 好 你就先選擇一個檔案 選擇它 然後呢 點點 你有沒有看到 你就三個檔案了 移到封存 放開 存進來了 好 再來呢 我們iCloud 我們是不是有常很多東西 可以存在iCloud iCloud也可以做共享文件 這個好處是什麼 比如說呢 像我今天跟導演 我們能共享一個資料文件的話 以後我們把我們要的檔案 文件 都放在同一個資料夾 你就可以直接做存取 可以來得很快速 你就不用透過其他的雲端的硬碟了 這怎麼做呢 檔案呢 這裡有沒有看到 檔案位置有一個iCloud 右上角呢 這邊三個點 你就新增資料夾 那我們就新增一個TEST 好 你就按個檔 好 TEST 新增進來以後 我就存一個檔案進去 好 存進來了 好 裡面是一個檔案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你就 長按它 它就出現了 那你們看到這邊有個分享的字 有對不對 按下去 按下去以後呢 這邊 下面 在iCloud中共享資料夾 你就把它選下去 好 這個時候就跟你說 你這個TEST是不是要共享 那共享呢 你就可以選擇 你要共享的人是誰了 好 比如說 好 假設你共享 你可能用Line要給人家 那你這邊就要加入成員 然後這邊就輸入對方的電話號碼 或者是電子郵件 好 像我現在來輸入 那個導演的 好 那輸入完以後 導演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收到我的共享資料夾 然後裡面就可以看到我放你的文件 那再來呢 我們是不是常常有看到呢 有時候在檔案夾裡面 還有一個檔案夾對不對 還有 第二層 還有第三層 還有第四層 第三層 那是不是這麼多層對不對 那你可不可以直接隨機挑到你想要的那一個檔案夾裡面 好 怎麼做呢 左上角這個有2有沒有 好來 我只按一次 你看 他就有分層有沒有 你要去第一層 去桌面 去iCloud 好 假設我要去桌面 他就回到桌面 再來呢 我們是不是 雲端硬碟有很多種 你可能有Google Drive Drawbox 這些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再打按MPRenay 直接把它打開 可以 他有做一個快取的動作 怎麼做呢 右上角 三個點 按下去 這邊一個編輯 假設我要開啟我的Google Drive 這個時候你再按完成 好 Google Drive是不是就在這裡面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點下去 好 他說要需要認證 對 好 我要認證 你看 我的Google Drive就進來了 是很方便 好 接下來呢 最後一招 我要發大絕了 什麼要大絕呢 如果你今天呢 你的電腦是Windows的系統 但是你是用iPhone 那你iPhone呢 你是不是可以跟Windows做連結 那一樣呢 你可以有一個共享資料夾 就像我剛剛iCloud做一模一樣的事 可不可以 可以 我們現在進來教學畫面 好 我們第一步呢 現在桌面 我們先建立一個資料夾 按新增 然後選擇資料夾 拿給他資料夾一個名稱 老闆 可以加薪嗎 好 假設你這資料夾好了以後對不對 我們把桌面上有一個影片 我把它放進來這個資料夾 好 放進來以後 這時候選擇資料夾呢 選進來 那這邊有個內容 選內容 那點選共用 那這邊呢 共用把它點下去以後 這邊呢 點下去 選擇一個AB1 然後 按新增 這個時候 寫一個 讀取 寫入 這邊一定要有 好了以後呢 我們就進來了 進來後你就按關閉 這個時候呢 你到設定 然後設定這邊你就尋找我們的網路 網路這邊 你要仔細看哦 網路以共用中心點下去 然後看一下變更進階共用設定這裡 選下去以後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下面一個所有網路 選完以後呢 第一個 開啟共用 這一個要把它選下去 還有呢 你知道嗎 我們看一下最下面這裡 最下面這裡關閉以密碼保護的共用 好選完 儲存 好儲存完以後 我們現在回到了我們Wi-Fi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詳細資料 好 記得看那個IPv4位置這裡 192.168 好 那你確認IP位置以後呢 你就打CMD 然後進來這個命令資源 輸入什麼 你知道嗎 輸入IPCONFIG這裡 好來 再確認一下IPv4這個位置 是不是一樣的 沒有問題的話 我跟你講 我們就已經弄好一半了 好 再來就換到我們手機設定 我們要確認是在同一個網域以下 好像我們在Wi-Fi網域是同一個 好 選擇同一個以後呢 回到我們檔案APP 然後這個時候呢 有個連接伺服器 然後這邊就輸入你的位置 然後位置輸入完以後呢 記得按一下連線 好 這個時候你選擇連接身份訪客 完了以後 你看啊 我現在就已經進來了 你看喔 點到我 我剛剛的共享的 那個DONCUMENT這裡 你看 老闆求嘉欣 是不是就進來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來選擇一個檔案 那選擇完以後 對不對 好 這個檔案呢 你就要儲存到檔案 然後最下面那個就是老闆求嘉欣 按下去 就儲存 搞定 導演怎麼樣 我今天這裡招OK吧 很好 你這喜歡哪一招啊 因為你是用Windows的筆電對不對 對 很方便 很方便喔 但老闆我想問 你剛剛都是示範PDF 如果不是PDF檔案的話呢 如果你不是PDF檔案的話 你一樣可以按接收 接收完以後呢 你用什麼你知道嗎 用那個蘋果他們自家有個叫Pages PagePages 這一個 然後用它呢 把它轉成PDF檔 那一樣 你就可以做簽名檔 所以是還蠻方便的 以上呢 就是檔案APP的小技巧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